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英国的爵士钢琴家帕特·托马斯 他的音乐之旅充满了挑战与创新 从早期的经济困难到如今的成就 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多种元素 并在即将到来的伦敦爵士音乐节上展现出来 让人期待不已 最后 德国总理肖尔茨对G20峰会的最终公报表示失望 认为未能清楚谴责俄罗斯的行为 这让他对会议结果感到不满 此次峰会还涉及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改革等重要议题 值得大家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报道 2024年11月19日 香港法院对45名知名的民主运动人士进行了严厉判刑 罪名是毫无根据的国家安全指控 这凸显了香港人权状况的恶化 这些被判刑的人中有37名男性和8名女性 刑期从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 他们因参与2020年非正式初选而被控 阴谋颠覆国家 这一事件标志着香港的公民自由和法治 在中国政府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后迅速下降 人权观察 呼吁香港政府撤销这些判决 立即释放所有被定罪者 被判刑的民主活动人士 涵盖了香港民主运动的不同世代 包括前立法会议员 抗议领袖和学者等 年龄从26岁到68岁不等 《卫报》对钢琴家帕特 托马斯 Pat Thomas的采访 揭示了他在爵士乐界的独特旅程 64岁的托马斯 托马斯从一个纸板钢琴 开始他的音乐生涯 如今已成为即兴音乐场景的关键人物 他的音乐融合了爵士 雷鬼 丛林 放客等多种风格 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和美感 托马斯回忆起童年时 父母对音乐的热爱 尤其是他们对雷鬼和古典音乐的喜好 这激发了他对钢琴的热情 尽管早期没有真正的钢琴可用 他仍然通过邻居的支持 获得了一个力士钢琴 托马斯的音乐生涯 经历了与许多音乐先锋的合作 他的作品在即兴创作中 不断追求创新 最近还发布了 以14世纪阿拉伯天文学家 为主题的专辑 展现了他对音乐美学的独特理解 德国之声 Deutsch Veller 报道 德国总理萧尔茨 对二十国集团 G20峰会的最终公报表示失望 特别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 和哈马斯对中东冲突的责任问题上 肖尔茨批评公报未能明确指出俄罗斯的责任 称这是不够的 他还对公报未提及 以色列在面对哈马斯 真主党和伊朗威胁时的 自卫权表示遗憾 认为这反映了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对G20的影响 尽管如此 峰会在气候变化 能源和全球治理改革等议题上 达成了一些共识 重申了巴黎协定的目标 并呼吁大幅增加气候融资 以支持向绿色能源的过渡 美国总统的拜登在峰会最后一天 宣布了数亿美元的气候和发展承诺 显示出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环球邮报报道 全球股市在周三上涨 因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令投资者在NVIDIA财报发布前 感到信心满满 比特币也创下新高 美元小幅上涨 安全资产如黄金和政府债券 在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 美国制造的远程导弹后受到提振 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则淡化了核威胁 市场恢复了瓶颈 NVIDIA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投资者对其第三季度财报充满期待 市场预计其股价可能出现近9%的波动 与此同时 比特币在美国总统选举后 上涨超过30% 达到94,000美元的历史新高 因市场对特朗普将创造更友好的的 加密货币监管环境的预期 南华早报报道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安东尼 洛克提议建立一条泛亚高速铁路 以应对南海紧张局势 带来的潜在贸易影响 他表示 这条铁路将成为中国 与东南亚之间的重要替代贸易路线 提升区域供应链的安全性 尽管目前已有连接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铁路 但其速度和容量仍有限 洛克希望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 升级基础设施 他强调 马来西亚在2025年 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 将优先推动区域一体化 提升东盟在国际上的谈判能力 虽然南海局势复杂 但洛克表示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良好 双方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 未来希望能在基础设施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实现双赢合作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前高官吴国芳 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正在接受调查 吴国芳目前担任 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表示 另一名前证券监管官员姚倩音 非法接受大量金钱和财务备 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此类反腐行动 显示出中国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决心 尤其是在金融领域 旨在维护市场的公正与透明 南华早报报道 Sundance Head的妻子Masty 一直在为丈夫的健康状况提供更新 Sundance在德克萨斯州的农场意外中枪后 被送入医院 Masty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Sundance已经于11月16日出院回家 状态稳定 她分享了一张有枪伤痕迹的背心照片 表达了对丈夫幸运的感慨 并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祈祷 Sundance自己也在视频中 谈到这次事故的恐怖经历 表示感激医院工作人员的迅速救助 Masty不仅是Sundance的支持者 还是她的经理 她曾说服她参加The Voice 并最终帮助她赢得了第11季的冠军 南华早报报道 电影《Wicked》的导演John M. True 在洛杉矶首映里上缺席 是因为她的妻子Christian Hutch正在分娩 正值首映之际 他们迎来了第五个孩子 名叫Steamy Sky True John在妻子生产期间 参加了一场问答环节 随后迅速赶回陪伴Christine 尽管忙于家庭和工作 John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这一特别时刻 表达了对新生儿的期待 Christine是一位出色的设计师 曾在多家公司工作 并在多个高profile活动中 支持丈夫的事业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经济学家张明呼吁 在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保持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他指出 过于关注安全 可能会导致中国忽视发展 而发展才是确保安全的基础 他强调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之间 找到积极的平衡 张明还提到 面对美国的新一届政府 必须谨慎应对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并努力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他建议中国应继续推动市场开放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并增加低中收入家庭的收入 以实现共同繁荣 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中国男子 在与妻子结婚仅两个月后 因其妻子被诊断为晚期癌症 而选择抛弃他 切断所有联系 并拒绝照顾他 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 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媒体谴责 最终他在安徽省的法院 被判处一年缓刑 罪名是遗弃 该男子姓冯 妻子姓王 2022年结婚后不久 王女士就被确诊为肠癌晚期 起初冯某对妻子不离不弃 但几个月后 她以工作为由逃避责任 尽管王女士及其家人竭力联系她 但冯某始终如同人间蒸发 王女士在治疗期间 不得不借钱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最终在医院度过200多天后 不幸去世 王家对冯某的无情行为感到愤怒 向法院提起诉讼 冯某在王女士重病期间 曾提出离婚两次 王妇对其恶劣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并指出多次尝试联系冯某君未果 最终冯某在法院传唤后 与王家达成和解 并获得了原谅 该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许多人对冯某的冷酷无情表示愤慨 认为她在妻子最需要她的时候 选择了离开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1.1.1.1。 2.1.1 Bu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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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